大家好,我是爱琴 欢迎收看我第156期视频 本期视频主要内容就是一些竞技场常规阵容的攻防战斗 那么本来是这一期想给大家出一期这个爱奇奥的测评 上次也是视频中提到过 可以看到我的爱奇奥已经是三星觉醒了,满庄了 但是呢,这个英雄 我目前在竞技场中经过了一系列的测试 发现三星的爱奇奥来打这种目前的竞技场的话 红衣竞技场确实不是很好用 因为目前竞技场的主流防守之中还是雪魔、影魔、冰龙这三个英雄 那么三星的爱奇奥的话 在对抗这三个英雄的时候还是显得非常疲软的 因为这个英雄魔抗很低 影魔一个大招他就死了 而在秒杀冰龙方面的话 效果也不是很好 那么所以说这个英雄我打算到了四星或者五星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出测评吧 目前三星打击影响确实不是很好用 目前无论是我使用爱奇奥一号位来配合这个巨魔 让巨魔快速切起性战模式 还是来搭配敌法狼人来切对面的冰龙的话 效果都不是很尽如人意 虽然这个有些战斗也能打赢 爱奇奥偶尔也能晾上一场 但是说句实在话 胜率真的是有点惨 另外呢 使用爱奇奥来克制这种物理队 确实很强 打狼人 打狼人一姐换次 这样的物理队 但是说句实在话 爱奇奥这个英雄 就要打那种狼人物理先后队伍的话 我只要带个小三家 带个股工 带个火星王 带个赏金 这个一号位 其实我无论带不带爱奇奥 都是能打赢的 带个爱奇奥肯定是能赢 那我把一号位换成个狼人 我换成个船长 我甚至换个骷髅王 我换个刚刚被捉 这都是能打赢的 哪怕我带个军团 在打这种物理 先后队都是能打赢的 所以说爱奇奥这个英雄 他对抗物理队是强 但是其实打物理队 已经有很多好英雄了 他也不是一个必须的角色 那么所以说 现在这个三星的爱奇奥 我个人觉得三星的爱奇奥 在这种红音的竞技场中 发挥效果确实不是很好 那么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吧 等待我这个爱奇奥的星 稍微升高一点的话 再来给大家做这个色评 因为爱奇奥这个英雄 星期穿上可以出 我们每个人还是都是可以五星的 所以说我觉得出一个五星的色评 更加有意义一点 因为我这个号 他这个冰女啊写起来都没有五星 所以说爱奇奥这个升星时间 还是稍微一点慢 那么这一点 还希望大家见调一下 那么另外大家肯定会问 那么目前炸弹人和沙王 包括东方头的三个英雄觉醒了 哪个英雄更加我 更加看好一点 这个问题在这些英雄觉醒之前 我还是不太好妄下结论的 我的号目前已经开始 觉醒沙弹人 下周二可以完成觉醒 那么炼羽的号 与此同时也在觉醒沙王 同时也同样也是下周二 可以完成觉醒 届时呢 我会给大家带来这个 炸弹人和沙王的觉醒测评 那么在觉醒之前的话 我还是不忘下结论了 因为这个英雄觉醒之前 我们没有经过实战 还是确实不太好 做这个测评了 那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本期的 竞技场环节 那么本期竞技场 主要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竞技场的一些 常规阵容的攻防战斗吧 因为我直播每天都在打 但是好多朋友 没有时间看我直播 那么就本期用视频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目前 近一段时间 是怎么怎么来破解竞技场的 一些热门防守队伍 好的 我们进入巅峰竞技场 那我们选取一些队伍来打 那么如果说本期 有一些队伍适合 艾交上场的话 我也会来上场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但是普通竞技场的话 打那种就是隐谋 冰龙的像这种队伍的话 艾交胜率确实很低 巅峰的话 我们如果说能打到对面 像这种物理队的话 艾交还是蛮有发挥效果的 我们现在找一套 这套敌队工会的人来打 因为自己工会的人还不能打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队伍 这套队伍 第二队是这种练金的一波流队伍 那么第一队的话 敌法 敌法队伍 能先打这套吧 这套其实第一套 我用赏金就可以打了 第二套 我们主要主要还是来破解第二套 这套的话 大家应该是 上一期视频 我对赏金的介绍中 大家应该有 应该还有印象 他白熊聚魔 这套志荣生命还是蛮稳定的 我们之中来看一下第二队 第二队对手是使用了血魔 然后炼金加火女双头龙 加这个巫医的一套组合 那么肯定是 那个物理AOE 一套不好的英雄打残 然后让血魔来收割的思路 那么打这套队伍的话 我的思路还是来 打断对面抬手 死亡先知的沉默 散敌法的续航 巫医的弹弹了 他带巫医我也带巫医 打断 前排的话 我带一个肉一点的T就可以了 这个肉一点的T选择 钢被猪 钢被猪呢 现在我们有死亡先知的打断 死灵法的续航 钢被猪的肉 还有巫医的打断 那么现在其实我觉得死亡先知 一个英雄的打断还不够 我还需要再带一个打断 这个打断 可以带沉默 也可以带恶魔师 那么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沉默更加靠谱一点 因为这英雄毕竟比较肉嘛 对面这套队伍爆发还是很高 那么目前打链金这种队伍的主流思路 就是尤其这种法式关流队伍 主流思路还是依靠打的对面的抬手 让对面的康默打出来 那么对面的这种小青 就会罗文斯的能量 我们带一个死灵法去行 就可以很好的克制了 那么后面其实还有一套思路 就是使用那个白白成色一号位 一会我们碰到那个队伍的话 我会去对待详细给大家讲 第三队我还剩下的英雄的话 我看第一队对面敌法用了 兵龙也用了 第二队魔法AOE用了 魔法AOE用掉了 那么第三队其实很可能就是物理队 那么我们就尝试使用AGEA来打了 AGEA的话第三队 我的球魔用过了 那么AGEA配隐魔 配狼人 敌法倒是也可以带 不过我担心对面第三队 如果是物理队的话 我这个敌法其实挺坑爹的 我敌法不带了 AGEA狼人隐魔 配合切后火枪可以带 那还是带敌法吧 敌法把对手切残之后 AGEA火枪帮忙收割 隐魔不电伤害 火枪最后作为一个 最后的残军英雄 因为第三队我没赏金了 好的先看第一队 像第一队这种 有鬼 冰龙隐魔 敌法 死灵法 对我其实打了很多遍了 敌法跳过来 这把我脸不错 这复仇一棒子 直接把这个 骨弓一剑 直接把敌法射死了 随后我的白白熊 也说你可以大招 那么这场第一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优鬼大招都没有开出来 被我秒了 这场也是我脸挺好的 赶紧开启大招 死灵法被秒 骨弓还拿到了一个加攻击力的buff 这简直 这简直 只把运气还真好 我的副仇换过了冰龙 骨弓一剑三万 再来一剑五万 这直接秒了冰龙 这隐魔直接是 直接是吊打呀 我们看第二队 第二队 链金在炸弹中了出来 但是我的巫医打断了对面的法师combo 可以看到这个链金泡泪流之后 对面的法师一波流并没有帮我打掉 那么骨弓一剑也开始了大招 不过选魔的实际伤害大 我骨弓一剑还真疼 死灵法那么奶一口 奶一口快奶一口 好的巫医奶了一口 这个骨弓一剑还在坚持 好的死灵法又奶了一口 把骨弓一剑奶了起来 那么现在和你这个大招 对面和你自己也被含残了 然后血魔一个大招 其实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我沉默一个大招 死亡现在一个大招 就可以把他收割了 沉默一个大招 对面是一屏幕的抵抗 我也是习惯了 死灵法一刀 链金链金的大招 并没有打出伤害来 那么现在无一这个大招 打死灵法 我的死灵法还扛得住 而对面血魔也是恢复了狂暴状态 我的无一大招 还是打对面的血魔 死亡现在还持续做点输出 对面的英雄也就被我杀光了 那么这一局也是成功 顺利拿了起来 像打这种 连金银波流的队伍的话 就是 他在法系队 来打断对面的抬手 那么他如果带 以魔兵龙的话 我们可以用另一套思路 那么一会碰到了 我们再来打 好的 巅峰打完 我们回到普通竞艺场 普通竞艺场也是224名 还是挺巧的 一样的名词 普通竞艺场 我们要来找找看 有没有练金的队伍 因为最近也有些朋友 在问我练金队伍该怎么打 这套队伍是 血魔练金死灵 法隐魔兵 我们那就可以打这套队伍 那么打这套队伍的话 前面我们打练金的话 是使用的一套思路 是打断练金的抬手 那么打断练金抬手的英雄 有很多 比如说沉默呀 死亡三只呀 包括我们如果有仙境龙的话 仙境龙也可以 前排有人马 后排有无一 都是可以打断练金的抬手的 那么还包括那个小强 如果一号位的练金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小强 或者白虎这样的英雄 那么打这种队伍的话 对面使用练金 但是没有带法系AOE 我们就可以换一套思路了 我们知道练金这个英雄 起手那个炸弹 伤害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克制练金的方法 一般用来打断 但如果我们想一下 如果这套队伍 对面的法系AOE 并不是很强 我们如果说不打断练金的 起手的抬手的爆发 让他扔出来 我们白白熊 前排使用一个白白熊 来让这个炼金 给我们的白白熊送能量 同时呢 我们戴好死灵法 让白白熊保证不死 那么可以思想一下 白白熊会收到很多的能量 然后在死灵法的保护时下 不断的开大来吸血 那么对面的血魔 死灵法和炼金 护甲都不高 那么白白熊将会成为 在这场中成为一个 非常恐怖的输割机器 那么为了搭配白白熊 让白白熊顺利输割的话 我们决定使用一个沉默 沉默来限制血魔和死灵法 让血魔 死灵法无法斩杀我白白熊 然后也让血魔无法开大 限制我白白熊吸血 那么带着沉默的话 打了三千牌 恶魔无尸自然是一个好选择 剩下的话 我们只要再一个 再带一个英雄来负责活着就行了 再带一个负责活着的英雄 这个活着 其实大家可能听不明白 我的活着意思就是 对面以魔开大招 然后再一波自爆 我们这英雄没被炸死就行了 那么这英雄带骨弓了 骨弓比较能活一点 这场可以看到 炼金新手一波炸弹 把白白熊大残 随后我的死灵法 把白白熊奶奶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白白熊这个很早的开启大招来 15秒就开启了一波大招 然后吸了很多的血 对面的血魔 被我的恶魔无尸和沉默 控制的生活不能自理 而白白熊在 这个开完大招之后 血又满了 这炼金彻底沦为 一个送能量的英雄 那么这把由于 对面炼金的大小技能 那个送能量 我的沉默也很早 开启了大招 对面抵抗反正 我已经习惯了 我这把对面的死灵法 倒是脸不错 一个大招秒掉了 白熊 但是没有关系 恶魔无尸和这个大招 秒掉了血魔 而我的死灵法 一刀也斩掉了 对面的死灵法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死灵法 依然可以提供续航 对面的冰龙开启的大招 大了我的这个 大了我血量 最多的沉默 这骨弓满血 还没有沉默的 半血血量做 尹默这两毛 到时候打得我挺疼的 还好沉默一个大招 把这个尹默沉默住了 随后呢 又扬带链接 然后秒掉链接 恶魔无尸一个大招 打尹默 死灵法 带来一口奶 那么现在我有 恶魔无尸和沉默 这两个英雄 我刚刚说尹默的大招 很难开起来 他就一个大招 打了我的脸 最后秒掉尹默之后 我的冰龙一个大招 对不对 我的沉默一个大招 对面冰龙抵抗 我最后是一个骨弓 哎呀 这场我带了骨弓 这 这个活着的 这要求有点低呀 这想让骨弓活着 但是 他确实活着了 但是超时了 那么这场我的骨弓的 这个选择 还是有点问题 其实问题 我觉得还是在于 这场年有点黑 被对面死灵法 开出大招来了 那么把我的骨弓 那个霸的白白熊 斩掉了 所以这场我决定 哎呀 这巅峰CD还没好 我干脆买一个 买一个四路再打一次吧 买一个CD吧 这场骨弓我觉得不太好 还是带赏金 赏金来辅助白白熊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这个四路 大家可以借鉴 就是让白白熊 做一号位 只要白白熊 不死就可以了 好的 开始 依然是我白白熊 被打得很彩 被打残 随后白白熊 开起大招来 那么这场 带赏金的话 也是为了赏金的 赏金的快速开大 来对我白白熊 提供辅助 白白熊 无论拿到一个 什么样的buff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好的效果 那么这场死灵法 依然是斩了白白熊 白白熊没有死 随后呢 我的赏金开启了大招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人头是 噩魔王师拿到的 一个某某的套色 那么白白熊 开启第二波大招 又被冰龙奶了回来 噩魔王师 这把刀抢了不少头 赏金一刀 秒掉了一魔 对面 对面剩一个冰龙 那么赏金给出 第二个血厂令 这场没有问题了 我发现 教主打进一场 还是上赏金比较靠谱 上什么鼓鼓 好的 那么这场带了赏金 由于是有 悬赏令的这个buff 导致我这个队伍 像势如破竹 那个势如破竹 一般的拿了下来 我发现 赏金的英雄 现在 我用了多了以后 真的成为了 我在进一场中 进攻的时候的 主流英雄了 带狗公 你打不赢 带个赏金法 很顺利就拿了下来 到中午了 我们领一下体力 那么巅峰进场 还有两分钟CD 我们把视频暂停一下 过一会儿 再来接着录 好的我的号 既然在CD的话 我们就用 练语这个号来 继续来打吧 因为练语这个号 那个 这样我自己 就不用等CD了 也确实是没那么 钻石来买卖CD了 我们打队伍 又碰到这个神经病 玩不起 打不过了 起名字骂人 我看打谁呢 找一套 差不多点队伍 就打这队吧 给大家来看一下 练金这个英雄 练金的英雄测评 我这觉醒了 直播天天用 这个英雄测评 没啥好处的 因为这个英雄 搭配很固定 你大家记住 这练金起手 一个炸弹 然后一波爆发 对面也没有什么 打断的英雄 我们就啪啪 啪 对吧 这三个 这三个法系AOE 这把对面带了敌法 带了阴谋 会打断我台手 带个V1 练金起手炸弹 然后V坦坦勒 打断敌法 然后这一套 就把敌法秒了 然后古堡放出之后 接一个红爆 雪魔也就死了 然后小鱼人开始跳 跳不了几下的 练金开始大招来 以魔也藏了 不过对面这个 冰龙大招倒是挺给力的 打断了 我练金大招 没有打出伤害来 小鱼人还在跳 还在跳 你别跳了 要不要跳死了 就连跳 这边带我练金 霍女大招 大了小鱼一脸 随后双头龙一口大招 并住对方 然后古堡大招抽一魔 小鱼人还跳 会被打断 抽死一魔之后 无一开大 古堡开大 那个古堡射死了小鱼人 又射死冰龙 所以练金这套队伍 在进攻端 练金这个英雄 在进攻端确实很好用 80%的竞争场队伍 都可以用练金来打 练金搭配古法 双头火女 这固定组合 后白的话 在白虎 适合打一些那种 物理队 或者是白牛火猫喷子队 然后带拉比克 或者光法 打一些那种 比较肉的队伍 比如说带了死灵法 然后带无一 打这种带了敌法队伍 都可以 甚至前面带一个血魔 所以练金这个英雄 就这么起套搭配 具体的话 我过一会儿 我给大家讲一下原理 就是练金古法 双头龙 火女 这四个英雄 前排可以打血魔 有鬼的话 我不太推荐 有鬼属于一个后手英雄 而我知道队伍 是一套先手队伍 那么搭配有鬼的话 确实也能打赢 但是跟他有鬼关系不大 最好别带有鬼了 带血魔是可以的 把对面打散了 血魔来收 然后后排带白虎 可以打白牛火猫喷子队 然后那个 后排带拉比克 也可以 增加古法的 增加古法的法强 然后拉比克也是 本来是先手法系 保留队伍里面的一个英雄 光合法也属于是 先手法系保留 里面的一个英雄 都是增加输出的 然后碰到敌法 带个无依 把那个敌法打断就行了 那么具体搭配 其实练金在进攻套路中 就这么几套 可以破解很多队伍 那么具体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练金这个英雄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有这个英雄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其实我说的 说起来都是废话 突变耀机也起手 这个它是固定伤害 不是魔抗的 最高3590的伤害 我们打血魔 打敌法 基本上都打出这个伤害来 然后关键就是 它的二手技能 二手技能可以解魔抗 有破油 然后它的二手技能 这个出手时间 刚好和活女生 偷的古法都是非常契合的 也就是练金刚跑完 有解魔抗 我那套爆发刚好到 就把对面就打得 大招也没有机会开 就秒掉了 那么练金这个英雄 在使用的过程中 主要就是注意到 就是练金的抬手就行了 不要被对面打断 那么熊无依 或者白虎 都可以起到这种 防止打断的效果 那么对面如果说 没有什么打断英雄的话 带了死灵法 这种比较肉的奶的话 我们带国法 或者那个 达比克都可以 那么这就是练金 那些进攻套路 所以说练金的英雄 单独的测评 我就不给大家出了 我觉得我这几句话 也就基本上讲完了 至于练金的 好的 普通竞技场 我们打完到巅峰 来找个队伍来打 这 这是个别的去转过来的人 只有四十三胜场 这转过来还是个土豪 我的天 他五星有鬼 五星练金 我还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人 这四星兵龙 这以前还没有出现过 那我们就在抓打他吧 打这套队伍吧 这套队伍的话 一二三四 四个T 四个T 那自然牛头人 这场是个很好的选择了 带牛头人 然后 牛头人对面的四个T 拍拍熊 不过这么带的话 我中排就不能带法师了 因为一旦带一旦 因为他四个T 我用成本本来是很好的 但他带了敌法 带了敌法的话 我这中排如果万一带法师的话 这牛头人拍拍熊一反向 我就崩了 所以这场牛头人拍拍熊 那么 爆发 基础爆发很高 四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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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带个尹麻 效果也挺好的 然后 他有个敌法 我带个水人 担点敌法 带个小黑 可以 就这么打 第二队的话 第二队 第二队还是给大家看看练进一波流吧 练进一波流 其实容错率挺高的 然后 这场给大家来看看白虎 我为什么喜欢白虎呢 因为白虎碰到什么队伍都能打 容错率比较高一点 第三队的话 我们 还剩下这么多好英雄 赏金是一定要上的 那么第三队 我们看我们用赏金来配合谁玩一下 赏金 小黑我第一队放上去了 小黑的英雄放第一队 要不小黑不带了 赏金的英雄 其实我最近在辅助我的虚空 感觉特别好玩 这个人 这个人是转过来的土豪 他第一队这么带 我怀疑 因为我没有跟他交过手 我怀疑他很可能有白虎火猫喷子 对 另外第一队 我再带个谁 我再带个谁 这四个T 我把小黑拉走了 不能带智利英雄 必须带物理英雄 物理英雄的话 后排的物理英雄 炼宇宙号有个骨弓可以用 骨弓其实也行 或者音乐旗 或者我也带个敌法切他的冰龙 我带个敌法切他的冰龙 算了 他会给他冰龙送能量的 敌法一个人打不死冰龙 水人本来就够送能量的 不能带敌法 带个艾桥 纯粹扯淡 带骨弓吧 第二队炼金一波流 第三队 到队后碰到白牛火猫喷子 队基本上没胜率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虚空和冰龙又不搭 那么我们带个冰龙 来防一下白牛火猫喷子 带个秀不将 赏金辅助秀不将为核心来打 就这么做 好 感想我们第一队 第一队因为敌法会跳我的这个 前排的牛头人 这样的话我的水人单点 配合上我的这个 骨弓弹点打地把很快 好 地把被描 但是我牛头人也残了 这个时候对面的冰龙宝的有鬼 牛头人的大招能开出来吗 被小强撑通了还是挺伤的 我的这个水人复制和炼金 这把还开大招 好的水人把炼金A死 我的那个牛头人也身亡了 然后我炼金的大招 读时间好长 能开出来吗 这幻象 哎呀 伤害没有打出来 随后又给开了大招 拍拍胸大招走了一步 那这个幻象应该是 对我来说挺伤的 不过这场 因为我带了蚁魔 我三千百一倒下之后 我这个蚁魔还是一道 很强力的屏障 一个大招 一个自爆伤害很高 冰龙之后又开启了大招 选择目标 是我血量最高的蚁魔 这没有关系 水人打蚁魔倒是挺疼的 能把蚁魔能量打满吗 好的 蚁魔能量被打满 蚁魔一波大招 这对面又给小强都残了 好的 直接免掉两个人 水人再来一波大招 第一场对面这四个T 确实还是很被牛头人 被白熊克着的 第一场没什么问题 我身体拿下来 我们关键看 对面的白牛火猫喷子队 第几队 我估计它可能是有的 第二队的话 我带了白虎 如果说第二队的话 我胜利还行 第二队果然是白牛火猫喷子队 这队带了火女 因为白牛火猫喷子队 我带这套队 我带白虎 不管这个火猫是几星 绝对是骑场被我秒的 随后的话 就看对面的残渠了 哎呀 这把对面的双头龙 大得很早 我的双头龙没有大出来 我古法被秒了 那么我双头龙不大出来的话 这把有可能很悬 好的双头龙倒是大了出来 然后我的这个白虎 一个大招 白牛冲撞 被打断 被打断 别撞了 别撞了 出事了 这我是个火女了 对面是个古法 这把还输了 好吧 你厉害 看下对面 火猫几星的 火猫四星 这不管火猫几星 都可以秒 我这场是 由于对面双头龙 大出来了 我双头龙 大太慢了 被秒了 这场我是使用了 幽鬼 然后选择 使用赏金 扶着我的修补将 以修补将为何心来打 双方之龙还可以 我知道修补将 打对面的小鱼人 狼人都可以 并且呢 这场对面挺送能量的 我的赏金和幽鬼 都可以很早的开大 幽鬼能量满了 赶紧开大 别被秒了 好的 幽鬼顺利开启大招来 对面的雪魔 也进入了恐怕状态 雪魔一波大招 包到死灵法能量送满 我的赏金能量没有满 那么死灵法这一刀 这一刀能免掉雪魔吗 修补将一个大招 配合死灵法一刀 免掉了雪魔 这个时候 我赏金能量才满 老人也开启了变身 现在其实需要等待的 就是我冰龙开到了 赏金开启宣赏令 那么幽鬼的幻象 会多抽对面的能量 它的血赏令 是可以影响到 幽鬼大招抽能效果的 然后我的冰龙开启了 大招选择目标 是对面的风星车 对面的狼人跑了好远 好的风星车 直接被对面自己秒掉 然后我的秀不将 再来一包大招 秒代一魔 那咱狼人没有问题 赏金辅助秀不将的秀不将 还真是秒天秒地秒空气 这狼人也是五星 这雪魔也是五星 那我看来又多 除了横行无分之外 我又多了一个 很强烈的对手 说句实在话 这转过来一个 很强烈的对手 到时我挺开心 挺兴奋的 又有人可以打了 好那么 欢迎来到三明明八区 你看这家伙把这个 牵斗都搞得红一觉醒了 还真是挺土豪的 欢迎来到三明明八区 其实有这样的对手 我觉得真的觉得挺开心的 要不然竞技场 这全都被我们会霸占了 霸去了也挺无趣的 这样双方这个格局的话 就是双方能相互打 还是挺好玩的 那么来打这对吧 这个是个签到本月的签到我家 坏没见过 我看一下这英雄怎么样 这场对面还是使用了 这个血魔加那个炼金的套路 然后一号位是五星的血魔 然后又带了带了隐魔 AOE很足的 死灵法是必带的 他是牵手 那好 那我打反手 带隐魔打反手 古法增加全团队魔抗 所有武将作为辅助 这场继续使用赏金吗 赏金吗 我这要打一个问号 赏金会不会没有啊 因为他这个签到的输出 到底高不高 我不知道 我们试一下吧 古法提供魔抗 修武将提供输出 优鬼打反手 死灵法提供续航 那么赏金这个英雄 只要你别 别起手就死了 开个大招 完了之后 你爱死死了 你看这一下 还是挺厉害的 优鬼开了大招 赏金赶紧给出 选赏令来 我们注意到 修武鬼 现在抽下137 赏金选赏令之后 优鬼会多抽 我们注意 好的 优鬼你看这一刀 抽了这183 多抽了很多能量 随后就比较开大招 在选赏令之下 伤害很高 直接秒掉了 对面的那个 呃 这个叫什么 那大蛤蜊 然后我的古法 收到了混沌拉的buff 那么古法开启了 无限吸血模式 好的 开挂的古法 第二波大招 等你发展到对面的 这个这个是千刀 叫啥我也忘了 然后隐萌一个大刀 伤害很高 古法继续吸血 但是被对面的 那个叫什么 血模 血模那个 给了技能 那大招吸不了血 古法阵亡 开启了这个 绝醒技能 然后秀武将回程 反场之后一波大招 呃 打冰龙的秒掉吧 应该是 好的秒掉 这场倒是蛮好玩的 对面这个千刀 干了些啥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基因性的技能 我没仔细看过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看一眼 对面这个千刀 这场都干了些啥事 对面这把 尤其是我带了优鬼 他是一波 现场送能量的队友 所以我这场优鬼 一波反手 冲能量的话 对面这个炼金啊 包括这个千刀呀 大招都没有开出来 比较惨 对吧 其实如果我古法 不中这个雪魔大招的话 这个无限吸血 会很爽的 因为拿到了 有回能量的buff 无限回能量 哦 他这个千刀 是给尹魔加了一个buff 让尹魔回了血 增加了法强 所以这把对面的尹魔 输出很恐怖 还好 我的秀武将比较机智 及时回程了 同时呢 我这把赏金的这个 宣传练习效果也很好 所以说实话 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 这样算是高端局的对抗了吧 都是五星魂侠 也是竞争场排名 比较靠前的战斗 这种高端局的对抗的话 赏金这个英雄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只要你用好 这个开始吹赏金了 好了 练习的号打完之后 我们回到我的号 好的 回到我们号 我有找了一条阵容 我发现最近 我们去这个 练金的防守 这套阵容倒是蛮多的 那我们就多打一打吧 可能也是新出的魂侠 大家都比较喜欢用 这套队伍 对面 隐魔加双头龙 练金加血魔 那么这套队伍的AOE很足 我如果再使用 白白熊加死灵法车套路 可能不行了 因为这套队面只有双T 只有双T的话 而且我白白熊开大的时候 冰龙肯定还是在逮着一个人的 这样我白白熊只能吸到血魔 或者练进一个人的血 那么这场这个白白熊 感觉要死了 因为吸血吸不回来 对面的AOE又这么高 我一个死灵法又乃不回来 所以这场白白熊加死灵法 这个套路 个人感觉可能不成立 那我们得换一套思路了 对面这套套路 AOE真的非常足 然后双T 双TAOE足 那么这套队伍 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使用 法系来突破前排了 法系突破前排的话 修补将加沉默加恶魔 死灵法 续航还是不足 单带一个死灵法 续航还是不足 这乃不回来的 我的队友要死的 那怎么办啊 我带个全都没有用 对面全法系输出 一个死灵法的话 乃不起来 这个沉默加魔师 那么我就要突破 对面前排速度 速度要变快 要变快 要快 怎么样能快一点呢 死灵法加四法师 死灵法加四法师 这紧魔一炮压过来 是不是有点太爽了 死灵法作为一号 有点扛不住 而且容易被打断抬手 死灵法万一死的话 就崩了 而且对面 以魔一个四暴的话 这四法师肯定得死 所以这道套路也不成立 那么我再想一想 这我还挺纠结的 使用复仇来换冰龙 复仇来换冰龙 然后赏金击杀冰龙 骨弓 复仇换完冰龙 还能骗双龙反向 带死灵法 这拿赏金去打纯法系AOE 这么做真的好吗 这么做真的好吗 我有点慌 试一下吧 骨弓作为主力输出 那么这把 其实我还是需要一个输出的 这个输出带谁好 复仇换过冰龙之后 赏金加骨弓击杀冰龙 复仇能骗双龙反向大 不成问题 然后这对我的续航 现在很成问题 续航很成问题的话 一个死灵法乃不过来 再带一个暗幕 不靠谱 那么这场决令 带吸血鬼了 血鬼作为一号位 他自己自己有续航 并且他有一定 他有他有不错的输出 他魔汉又高 从天发掌 哪一口我的吸血鬼 这样我的吸血鬼 就可以开出大招来了 保证自己不死 血魔解了控制 但是我吸血鬼 大招已经开了出来 好的 把血回了上来 这样血魔 这个大招没有关系 我的吸血鬼 血量已经回上来了 骨弓自带续航 然后赏金把大招开出来 赏金 其实就可以去死了 好的 我吸血鬼 秒掉了对面的血魔 骨弓收到这个人头 骨弓拿到了一个 加攻击力的buff 好的 我的复仇这个时候 开启了大招 把对面的冰龙画了过来 死灵法一刀 劈死对面的这个链金 然后冰龙现在被我复仇控制住 赏金之王之后 骨弓一键点死了 对面的这个冰龙 然后完 我的复仇就成功的骗了 双铜龙的反向大招 血鬼再来一波大招 隐磨这把大招 我的死灵法和血鬼很肉的 刚说完这个 谁就死了 血鬼就死了 死灵法一刀劈死隐磨 最后剩个双铜龙 或骨弓单雕 这场也于对面 那个非双铜龙能量 所以说我看出来 这套很速能量 我的复仇肯定是 先于对面的这个双铜龙大的 所以复仇可以 换过这双铜龙 复仇先开大招的话 也可以让 我的狗弓加赏金铭 刷到这个冰龙 然后复仇骗双铜龙反向大招 最后让狗弓这个 打残血剧下的隐磨 但是这场的血血鬼 我是没想到他会死 我觉得我先排很热 不会死 我还是有点低估了 这个隐磨的伤害了 可能进一场打完之后 我们来巅峰再找个队伍来打 巅峰像那种血魔狼人 敌法 把隐磨双铜龙 我们就不打了 打太多了 天天打得好这种 我自己都打反了 我们说到其他这种来打了 我记得我刚才找到一套 带了发条的防守阵容 带了发条 这套练金 练金冰龙隐磨 其实也是那个套路 就是换了 就是隐磨 冰龙血魔三大腿 换了俩腿毛 换了个 换了俩腿毛 一个练金 一个小鱼人 帮俩腿毛 那么这套队伍 打一下吧 白白熊 三菱法 赏金 发现这不上赏金 大兵 剩下的英雄的话 对面这把练金 小鱼人 小鱼人这个英雄 我考虑要不要带个控制 来控他一下大招 因为这把 如果不控小鱼人大招的话 我就得秒他 要么控他 要么秒他 我选择控他 还是秒他 什么 选择秒他 就是修不将 选择控他 就是恶魔欧师 我看这把 这把恶魔欧师 还是那个 修不将好 这把有隐魔 带恶魔欧师 容易被隐魔 一个大招 就把全罩死了 但修不将 好 第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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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被猪 老鹿 暗默 全能 光发 第二队挺多逼的 第三队的话 还剩下的英雄 拍拍悬眼用掉了 英雄这里还剩下 这隐魔 隐魔 帝法狼人嘛 我第三队 实在没啥英雄好带了 带个乐旗 老白带个 火箱去收割 第三队 我还是应该 试一下哀叫的 忘 先打第一队吧 第一队还是挺好思路 白白兄 坐一号位去开大去 对面素能量 哇 白白兄 你别被秒了 哥 这这这这 别死了 哇 吓死宝宝了 还好还好 吸回来一点 起码开个大招 能多活一会儿 对面这道 带了小鱼 这输出还真是俗 好的 白白兄 秒了血魔 然后拿到了一个 加攻系列的buff 这一个大招 伤害绝对够高 绝对够高 绝对够高 小鱼看起大招来 但小鱼也活不久 小鱼被打死 然后死了一发一刀 斩了隐魔 什么再来一个大招 几个抵抗 隐魔并抵抗 哎呀 我这真的是 妈的把什么大招杀了吧 还占我一次抬手 你不如多抽一次能量 赏金一刀十五 直接秒了血魔 直接秒了隐魔 对面是个冰龙 真的 咱把这什么大招给删了吧 什么个锤子呀 什么 冰龙抵抗 我也就算了 你对隐魔 八八抵抗 是个什么鬼吗 第二队第二队对手是 爱教 爱教前后队 哎呀 这把这把队伍 哎还行 我光法审光帮放出来了 那这把 我有权能 有光法 有阿牧 只要能买起我的老鹿的话 我觉得是 有机会的 不过 这老鹿真的能买得起来吗 我这老鹿已经快死了 哎 这光法也死了 老鹿开启了海量吸血 这海量吸血 他妈就是个笑话 我的阿牧 求你买一口 阿牧 一定要打出来 别死了 爱教大了 全能被秒了 我 这是 别人家的爱教 怎么就这么厉害 刚没中 虽然屁股很硬 但是 卵用呀 这第三队又是白酒火猫喷 对这我又崩了 这好像没什么好办法 这好像真没什么好办法 这有什么办法吧 后女一个大招 我的影魔 影魔一个字 爆 我的火枪 靠你了火枪哥 翻个盘吧 马的大了弹 你 你 重货 王人 火枪单挑 好了火枪点死火猫 这把还真翻了 你别说 这凤凰打不够我这俩人的 好的 打碎他的蛋 给力 凌数出的敌法 真是惨 好了 这把巅峰确实有很大的侥幸成分 好打完 我们 哎呦 练语的号 打下来了 被打下来 哎 我们还可以再跟他多打一场 哎 他刚好换了他阵容 这人还挺好的 我很喜欢跟这样一手多玩一玩 换了他阵容 他上一套阵容是带着那个觉醒 这个 就新出的天大英雄 这场他把那个天大英雄换成了海明 换成了海明的话 海明这把大招品节最高的是赏金 会跟我赏金 跟我赏金的话 我想一想这套阵容能不能打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不用挑 但是我也 我有想给大家看到更多的思路 更多的打法 我每破完一套阵容之后 就假设他不换阵容 我这把也要换一套阵容来打 我总是喜欢用不同的适用来打 这倒带了海明 跟那个 也就是他能量速的少了一点 然后会影响一下我的输出 但是真的跟我的 对我这套阵容 我感觉不怎么影响 还是依靠这个修备的古法就够了 我再打一套 如果输了的话 我们来换他思路 因为海明加这个链金 是优 加这个链金 还能送能量的 好的 优鬼还是开鞋的 雪魔也开鞋的大招 把这个赏金能量送满 他把赏金能量送满 赏金这个时候 这时候开个大招 优鬼可以多抽对面能量 抽很多 好的 修部将一个大招 直接把对面的 雪魔给秒了 然后国法的大招 是大到 冰龙的这个 觉醒技能上 没有效果 但是对面的影魔也争亡了 优鬼的赏金 真的不讲道理 死灵法一刀斩四万 我的天 国法拿到了一个 回血的buff 然后冰龙现在 其实没什么效果的 大招目标是我的死灵法 我感觉我的赏金 要一刀把死灵法劈死了 我海明一个大四万 赏金再来一刀 好死灵法死了 我死就死了 我无所谓了 修部将和古法完全可以完成收割 他其实打了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白鸡火猫喷死的一波 一波惊掉了 看一下吧 不是 电魂 电魂雷卡 追醒周克 我知道 我还是挺依赖大招的 不管是冰龙 还是减魔 还是减魔 海明也是 输出的 对面卡 在清空 我冰龙的能量 我基本上就被换手之力了 所以打到最后 对面对我也弹了 但是 我没有 那个 我的队伍活不下来 是狼人 拿个隐魔的 刀过去 那么我们 海明要不不带了 我带个地方 什么 还在雷海里打我 反正这场 打来 整来 换来换去 守不住 哎呦 他电魂也把我打了 我把我打了 我们 再 再跟他反打一场 他打完就立刻调阵容 嗯 血魔狼人 小鱼 哎呦 这五星魂侠 真的看起来好害怕 风行 那么这场就是 隐魔消耗血量 血魔狼人都消耗血量 最后让他的风行来收割的 最后让他的风行来收割 消耗血量收割思路 那么我们不给他消耗血量 我们一波去把他弄死 这要队伍看一下 他的打断抬手的英雄 就一个隐魔 所以说我们直接可以使用 血魔 做一号位 然后 古法 双头 火女 炼金 骑手打爆发 炼金的炸弹 应该是丢给血魔的 然后古法的放逐 配合一套 把对面的血魔秒掉 随后呢 我这个 对面的隐魔和老人 应该也就残了 小鱼人死于 不灭AOE 最后打三局的话 他风行来打我古法的话 很难翻牌 因为古法有两条命 就是比较弱一点 两条命 第三队我们不调了 然后第二队 刚才是碰到他的 白牛火猫喷子队了 对吧 白牛火猫喷子队的话 恋雨这个号的巫医 稍微有点弱 那算了 我不考虑打断他 白牛火猫喷子队了 我们直接隐魔狼人 去跟他玩命 不带敌法了 也就是 一节乐器 打盆子队用10秒队也可以 带影魔吧还是 然后知道队友里面 看加个谁比较好 打盆子队 小黑 因为带白火没意义的 抢不到前手 我连金朋友顺利破了出来 好的 我的法系玻璃爆发也打了出来 但是对面的这个风行的束缚机 打断了一次 打断了一下我的抬手 哎呀 我把风行的束缚机 这个问题就把你忽略了 对面五星雪魔好肉呀 我的雪魔开起大刀 能把雪魔秒了不 好的 漂亮 秒掉了雪魔 这样我的雪魔回上了雪 小鱼人开始跳的 活你个大招 秒了他 秒了他 古法开了大招 打谁 打了隐魔 活你个大招 秒掉小鱼人 我的雪魔又回了一点点雪 但是对面这个五星狼人 看起来好吓人 古法抽死狼人 但是雪魔 但是这个狼人真的好猛 我的天 风行一箭 还真的让他风行给收了 我的雪魔没死 把这狼人打死 我还有机会 好的 雪魔开起了大招 把这五星狼人打死 他雪挺多的 好的 狼人吸上了雪 雪魔 雪魔吸上了雪 然后跟着风行单挑 来 手撕妹子 不要客气 撕了他 撕了他 用力 再一箭 雪魔魔看很高 别暴击 哎 好 梦死到了 这把我忽略了 风行的热束 机会打断我的这个 双头龙的技能的问题 所以说 起手一包爆发 虽然很高 但是就欠了那么一手 没把对面雪魔秒掉 还好到最后 脸比较好吧 雪魔打赢了 第二队 我猜他是白酒火猫喷子 队 我又猜错了 我又猜错了 那么我的这个狼人 这好痛啊 你把跳了我越骑 这也好痛啊 我以模还反向引牙 老人过去切冰龙 感觉是切不死的 这冰龙一开大我就输了 这完了 这包能量送呢 越骑被秒 我练进这一口 直接秒干净了 真是凶 第三队 白牛火猫喷 我只有一个 我只有一个请求 求求你别秒掉我的赏金 让我开个打招 咱们还能做朋友 咱们还能做朋友 死了你跑哪一口 我的修补将 这修补将要死了 用鬼就被秒了 修补将也死了 好了 没输出了 你倒是满足了我的要求 没秒掉我的赏金 但你把我修补将秒了 是个怎么回事吗 这 这基本上没机会了 这赏金打残局 他打不过 对面这包法师的 因为没修补将 有修补将的话 我还有点盼头 现在神医刀斩 还要动住了 好的 虽然砍了出来 但是没有用 崩崩崩 其实我应该把 二三队的位置换一下 就有机会 不过还好吧 这队打赢了 CD就不买了 那行 那再签回我的号 看看还有没有队伍打 我也不知道视频过多久 好了 这一签回我的号 只有跑到118名了 那么今天视频最后一场 我还是给大家上一场 这个爱奇奥吧 嗯 虽然是英雄坑哥坑 就是三星不好用 龟不好用 我们找一队 让阿西要赢一场 我们找一套物理队 找一套物理队 找一套没有冰龙的队伍 没有冰龙的队伍 这可真难找 这可真难找 你说在竞技场 这没有冰龙的队伍 他妈的根本找不到 这套队伍是是没冰龙 带来一队法系AOE 带来一队法系AOE的话 也不好打呀 那我 容我再找一下 让我爱奇奥赢一场 让我的 是无双的破坡 哎呀 咱能不能 咱能不能不用冰龙防守了 好好玩游戏吗 带着冰龙防守 这爱奇奥真的没法用 你们看 这竞技场的防守阵容 这这不带冰龙的还是自己人 这不带冰龙的还是自己人 就找到这么几队 几队不带冰龙的 这一队 这一队建树化死 要不就他吧 虽然有冰龙 但是起码对面 这还是个物理队的吧 小大家记住网郎人 然后爱奇奥一号位 赏金是必须要带的 后排骨攻打 还次不错 带个付出幻冰龙 就这么定了 因为对我爱奇奥能造成威胁的人就一个 这大招他妈又大的冰龙的冰箱上了 我也是服了 这真的没办法 好的 我的小男人开起大招来 赏金把薛强链给了出来 这个狼人可能 应该是会被我 十分钟点死的 好的 赏金一刀 秒掉了这个狼人 对面先生开起大招来 没有关系 我的副手换过冰龙 换过冰龙之后 换次跳了关 两刀秒掉了我的骨攻 哎那你别说这把 我还真的只能指望我的爱奇奥了 好的爱奇奥这大招秒掉了冰龙 收到了个回能拉的buff 无限大招有没有 赏金 再开一波选赏令 爱奇奥再开大招 秒现兽 哇好帅啊 好帅啊 好的 继续开大招 以魔开了大招 爱奇奥不要死 不要死 不要死 好的 有膜摆的套子 没有死 秒以魔 一个大招 漂亮 对面 对面花似咋死的 我 那人家吐槽了半天 这英雄没用 这把还真的亮了 我真的不是骗你们来买爱奇奥的 对面花似咋 好像是被我赏金一刀砍死的 但即便对面花似不死 我的爱奇奥也是一套把 花似瞄了 这把爱奇奥吃以魔 大招没死 是因为他 我这把的脸非常好 那个爱奇奥杀了一个人 然后拿了一个那个 赏金全赏令 魔免的套子 没死 这把的骨弓脸太黑了 我洗出了闪逼 一百多的闪逼 被换死两刀boss 也是罪了 直接两刀boss 我的天 所以我赏金给出了第二个悬赏令 我看我爱骄 一个大招秒冰龙 然后拿到了灰能量的buff 灰能量的疯狂的涨 疯狂的涨 赏金又给了个宣传令 给了三个宣传令 爱奇奥再开大招秒先胜 直接秒掉 对 赏金一刀现身斩秒了 对面的换次 然后爱奇奥身上 你们注意到有个魔免的套子 有个魔免的套子 以魔大这个我爱奇奥都打了三 大了三万九 这把好帅 看一下赏金魔免套子 我记得是两万 可以抵挡两万次的伤害 也就是以魔那一下 大我爱奇奥大了六万 五星那也得死吧 两万一的伤害 他大了我三万九 刚好以魔那个大招 是大了我爱奇奥六万的伤害 前排的话 爱奇奥是没有六万血量的 五星那也没有六万血量 所以上这一场加成 他也没有六万血量 所以说 如果刚才不是我脸好 拿以魔那个魔免的套子的话 我的爱奇奥会死 但是我的赏金到最后 还是有几率单挑以魔翻牌的 这场爱奇奥确实打得很帅 也是给我的视频 本期视频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吧 好了 那么到最后给这个视频做一个总结 本期视频主要给大家讲的几个思路 一个是 克制炼金的思路 克制炼金的思路的话 两套思路 一套是带什么乌衣啊 死亡先知啊 沉默啊 这些英雄 平民的英雄 包括仙几龙也可以 来打断那个炼金的 炼金法器一波流的起手的一套爆发 然后我们带好死灵法的续航 依靠一波反手 沉默大招 死灵法大招 那个死亡先知大招 甚至幽鬼的大招 就可以打反手了 那么再一套思路呢 就是对面如果法系 AOE不是很多 同时前排比较多的话 我们让拍拍熊来做一号位 失炼金的起手爆发 然后开大吸血 作为续航 拍拍熊来打核心 也是能打赢的 那么这是克制炼金 那么在使用炼金进攻的时候 其实核心就是 火女双头龙 加古法这三个英雄 那么前排的话 使用炼金 也可以使用血魔 后排的话 无一也可以 光发也可以 拉比克也可以 那么这一套固定的 一波流队伍 那么可以进攻 打赢 打赢 无脑打赢 竞技艺场很多的队伍 剩下就是炼宇 炼宇的号内机场呢 对于一些魂侠的 克制和使用吧 那么也希望大家看到 本期视频有一定的收获 最后这个爱奇奥 开始我吐槽了半天 最后爱奇奥表现这么亮眼 我也是醉了 但说句实在话 这个英雄三星 真的是竞技艺场 发挥效果一般般 不是特别好用 等到五星的话 我可以再来考虑 给出一期视频 可能五星的话 它会强力不少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